Hello 各位好 又回到Minecraft 廢列 今次大家都看到 我要擴建一下城牆 周邊一些石頭或者泥土已經開闢了土地 大家看到這裡已經給我用了幾天時間 應該兩至三天 每天可能兩至三個小時 兩至三個小時的時間就在這裡移為平地 身上就用鑽石鏟 鑽石鏟很好用 因為它效率4 所以掘泥土非常快 另外就是鑽石鏟 不過沒有效率 如果有效率的話應該會更快 先帶大家看看這個村莊有什麼新的東西 首先就是這兩隻草泥馬 羊駝 這兩隻東西就是在流浪雙人拿回來的 我先把流浪雙人用熔岩浸死它 燒死它 然後就拿了那兩隻的 隨行的動物 可以騎上去的 已經存伏了 並且就綁住了在這裡 下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是負魔書的負魔師 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也很丟國 但是也算是勉強 행到 現在就可以負三十 slot的裝備 然後下一部 下一部應該就是這個地圖 可以看到現在證實 pretty much 都蠻好的,不過有些都還未找到 等下次有空的時候再去做 而這邊就是一堆樹木區 這個位置就是養牛的地方 但還未建一個農場給他們 所以現在全部都迫在一起 下個應該就是這個 這個仍然還未建,還未開始裝修 等遲些再做,只有第一間 這間的房間 村民有NPC在裡面住 回到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如一開始所說 就是要擴建這塊的領土範圍 村莊領土範圍 那為什麼要擴大呢? 因為那些空間實在不夠用 那些村民已經多到 多到都不知道怎麼搞 OK 然後村民還要不斷衝進來 不知道做什麼 我先拿一些材料 看看 材料方面我想我應該都是會用石磚 那些石磚 喂? 搞什麼啊? 現在晚上嗎? 難怪不得不斷衝進去 OK 那我們不要理他了 一會再睡 還有我已經準備好大量的石磚 給我去擴建我的領土 擴建這個村中的領土 好,免得大家等那麼久 這裡一大堆的熔爐 已經有這麼多的石頭 這些石頭就可以全部弄成 全部弄成這個石磚 石磚 好 先換著這麼多 我覺得應該是夠用的 還沒計算樓梯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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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天黑了 天黑工作不是很好 我們等早上再做 好了,早上早上 是時候進行我的工作 首先我會在村莊左手 就是這個地方 這邊也是我流浪雙人 應該是我換過的其中一個 對了 這個商品就沒什麼特別 最重要這一塊我已經換了 其餘的叢林木 叢林木其實也有用的 不過有沒有位置換 也有的 換了它,不知道這條線 五個綠寶石 不過不要緊 我們有村民幫手 我們有村民幫手交稅 大把綠寶石 不需要怕武 好,第一隻的敵人就是 這隻金甲 殭屍 死 死 死 一個金甲也沒有 不過不要緊 呼勞弓箭手 OK 那就開始了 冷靜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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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致上已經圍好了這個範圍了 應該是圍了一個安全範圍 然後再走多一轉看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空間已經相當足夠,暫時來說 差這裡 這裡也要這樣鋪上去 還有我家屋,我家屋這裡也想擴大一點 我覺得靠這個港式風格的屋都不太行 還有我現在作為一個村長 作為村長是不應該這麼小一間屋的,這麼小一間屋是不接受的 或者我再建一間屋,可能在這些位置 豪宅 建一間豪宅 是這個村莊最大的豪宅 也是作為村長的象徵 OK 應該就OK了 不過這些位置也要收收 因為這些位置一跌下來 即是怪一跌下來 那這村就沒有了 我再建一屋 雖然這裡有圍牆封住 但這裡也有些高位 這個東西要拆走 例如這些泥土 看看這裡可以怎樣封 這裡可以怎樣封 我們先用強勁的鏟 鏟光了,看這裡環境如我 嗯,OK 那這裡唯有多起一格 其實多起一栋 這樣多起一栋 因為如果不起多棟,他們會爬到進來 一爬到進來,整條村就會滅了 我辛辛苦苦起的防護罩就會玩完 位於一旦 這裡連住屋頂其實也不是十分美觀 不應該這樣連住這個的家庭範圍 真是一些NPC的家庭範圍 好,這邊就OK了 叫到你,就跳不到進來 這個位置就... 這個位置就進去 這個位置應該鋪三格高 三格高就應該沒有任何的怪會進來 而且本身我們都是一二三格 都是三格高 所以就沿用三格高 成長範圍 OK,這裡 這棵樹... 一陣子就搞一搞去 現在出去再跟進... 那個... 周邊所有東西先 跟進這個工程先 首先要先炒火把 因為... 很容易就生怪 很容易生怪 這麼大的地方 好 而且地下都要再弄 地下再弄 這些泥土都會再弄 不過遲些等我就... 嗯... 等我沒有錄影的時候做 等我沒有錄影的時候做 越來越大的地方 火把的需求量都越來越大增 嗯... 這裡... 剛剛那個位置很暗 這裡... 這裡整塊都是石地磚 地下全部都是石鑽 所以... 等我沒有錄影的時候再弄 免得讓大家看一下 這麼多... 這麼大工程量 不斷加速 非常無聊 好... 等我自己再修理 好... 這個時候 應該就可以砍爛這棵牆 這棵牆就可以移除了 然後再連接這個道路過去 終於... 可以... 擴大村莊的範圍了 各位... 等下次擴大村莊 我想應該都要大概... 5集... 5集後... 5-10集後 雖然村莊抗建一次都... 很長時間 但是... 相信都很快需要抗建 我覺得... 我覺得很快就需要抗建 因為... 真的不夠位置用 尤其是... 如果只是給村民用... 都... 只是給村民用的話... 就沒什麼特別的 但如果加了我 我就負責幫忙蓋東西 我... 其實想做多幾個... 農場... 農場的... 就是... 村民幫忙... 幫忙收集這些農作物的一個... 農場... 對... 譬如... 有什麼... 有什麼收集的? 紅萊伯啊... 小蜜啊...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 叫做... 叫做什麼? 紅莓啊? 有一個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嗯... 甜菜... 是不是甜菜頭啊? 還是甜菜根啊? 那個叫做... 那個我也想叫村民幫忙搞的 不過... 因為... 空間有限... 所以... 沒有... 做不到... 只能小蜜和薯仔 還有... 還未算其他... 南瓜西瓜的農場... 都... 但是... 算下算下... 這個空間真的不是很大 嘩... 這個位置... 怎麼會這麼暗呢? 有生怪的機會... 待會之後還是會填補他 這個位置... 雖然有很多空間... 但是這個位置也是不可以讓人走的 這個位置也是不可以讓他們走的 OK 怎麼可以... 直接... 這樣扎著他 免得讓他們走過來 這個... 這個已經是跑了出來的 這個漁夫... 先推回去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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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跌你不死的... 沒問題了 跌不死就好 好... 這裡... 差這個位置... OK 這樣就已經封好了 這裡都可以已經剷除了 拆掉這本牆 啊... 空間量... 空間大增 然後... 古筒 這個部分 在 courts一代 都 verändert 洒遺 下麦 好,大功告成,這邊都已經剩好一些東西了 不過應該就不是很夠火把 應該就不是很夠火把 趁這個時候插一插 這兩塊 無緣無故有兩塊突出 OK OK,這裡 挖一挖它,哎呀,不用用錯了 用絲綢之竹 這個其實都可以剷一剷就 OK 待會再撿吧,身上不夠位 好 大致上應該就已經完成了 今次的擴建計劃 擴建了很大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未來也會有更多建築物想建 例如在什麼工廠 我先說大概想做些什麼 日間化 即是什麼呢 日間化的意思 就是村民 在日間的時候就會出來工作 晚上就會回到他們的房子 休息 我想建一個類似交易中心的地方 在日間 早上就會運作 晚上就會鎖門 的一個設施 令到 將這個Minecraft裡面 不要日夜不分 例如晚上又可以交換 早上可以交換正常 例如 如果我想交換的 我就一定要限制在晚上 限制在早上才可以交換 不可以在晚上 我就是想建一個這樣的交易中心 令到 令到自己或者在這個遊戲更加豐富有樂趣 另外還有一些什麼設施呢 剛剛說過一些農場 南瓜 西瓜 甜菜頭 竹 還有其他 又有 這個雙人是新靈狗 這個雙人 你看到 他晚上 所以他會用了隱形藥水 這個也是一些日間化的例子 沒有裸殼 雖然不知道有什麼用 竹藉 還有這個叢林木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OK 好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喜歡的請按讚 還有未來 會有更多不同的建築物 還有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想 想看我建築 或者是 有什麼好的建議 OK 下一集再見